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韩国的剧情片《秋影》 影片主要讲述了女儿不堪领辱被逼自杀之后 父亲替女儿报仇的故事 影片开场 我们的男主人公西里叔正在逛菜市场 这俗话说人不可貌相 还水不可斗粮 您本看西里叔长得气貌不扬 表情动作也不太正常 但能摆摊会开车 人狠话不多 江湖我大哥的 而且这智商跟霍金绝对有一拼 转场之后 西里叔的闺女大眼妹抽了几根烟 寻死了半天的 最终认为再这么活下去也没啥意义 于是便跳楼狗的屁 正在车里打情骂俏的小情侣一看 当时又会吓叫 村之书为什么总是后半夜去小娃娃家 老巫婆为什么把王子变成小青蛙 大眼妹为什么活得不耐烦咬自杀 这一切究竟是喜洋洋惹的货还是灰台狼的错 到底是奥特曼使得坏 还是铠甲勇士做的怪 欢迎收看足哥说电影 为你揭开大眼妹的死亡之谜 这大眼妹考上高中之后 妇女俩就从老家搬到了手了 这俗话说长安居大不易 要想在大城市混口饭 那必须得有点特殊手段 由于西里叔的经营模式 长期以来一直属于流动性质 也就是打一枪换一地方 因此这营业执照长什么样 他根本不知道 对于这种违法战道经营 影响城市市容 而且还偷税漏税的小商小伙 一直都是政府职能部门重点的打击对象 初来乍到 由于西里叔对大城市的套路还没摸清 有点找不找鬼 因此刚把摊之上 对面合法僵硬的纳税大户龙套姐就不干了 龙套姐一看西里叔表情抽象动作诡异 就知道对方基本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于是便憋住屁 运足气 突然给西里叔来了一招小寡妇抛递 由于西里叔下盘不带闻 当时就被龙套姐推了一跟头 抱脾气的大眼妹一看爹爹吃了亏那样干 双方很快展开了一场鸡飞狗跳的混战 这派出所的警察还是相当有经验 一看西里叔这情况知道这事确实不好办 于是双方很快就不欢而散 经过缜密的分析 西里叔认为如果想在大城市生存下去 必须得开辟一块属于自己的阵地 经过前期踩点中期观察后期设计方案 西里叔终于物赐到一个面善的商贩开始谈判 西里叔说老弟咱都生活在最底层 我在这摆个摊行不行啊 商贩说你卖什么呀 西里叔说女人的丝袜和胸罩 是不是没想到 弟妹如果有需要我可以白送你一趟 商贩说不仅没想到你还吓了我一大跳 你弟妹可是三个X一个L 你这儿啊估计没有她穿的型号 由于大眼妹不仅长得有几分姿色 而且歌唱的也不错 因此刚一开学啊 就遭到了以大兄妹为首的几个不良少女的忌妒 请注意渣男哥这王八蛋 世上的人真千千万的就属这孙子最混蛋 这一来二去啊 大眼妹很快跟整天受气的眼镜妹成了好闺蜜 由于眼镜妹生性懦弱胆小如蜀 因此啊经常受到大兄妹等来的欺负 转场之后一帮学校合唱团的同学啊 坐着车啊也不知道干什么去 晚上吃饱饭没事干的 大家开始一起做游戏了 大兄妹说你爹地整天神神秘秘的 到底做什么大生意 大眼妹说我爹地是做服装生意 专门卖女士内衣 品种齐全同所无奇 一个男同学问 这里有你喜欢的男生吗 大眼妹说你甭来这一套 我无可奉告 虽然大眼妹没说喜欢谁 但感情这种事有时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渣男哥一边察言观色一边瞎总 最后很无耻的确定 大眼妹肯定是喜欢她 不会错 第二天一早 当大眼妹正在河边练生的时候 渣男哥突然出现 渣男哥说大妹子你骗不了人 我知道我就是你心目中的男神 哎呀这个自以为是的二徒 不过他猜的还真没错 狼虚情妹真意 两人很快就开始门弄意 但不幸的是 这个欺美而感人的画面呢 竟然被大兄妹的损友给看见 作为渣男哥的现女友 大兄妹看完视频之后 立马把眼镜妹给捏成了狗 并且还逼着眼镜妹啊 说出了欺利书是无证小伤快的真相 转过天 感觉受到欺骗的渣男哥 闯进了大眼妹的家 二话不说就给了大眼妹几个大嘴巴 说实话看完这场戏啊 我认为导演和编剧都应该下定 大家同意不同意啊 不过接下来这场戏也挺解气 大眼妹找到大兄妹之后 两人一言不合就动死手 大眼妹一阵拳打脚踢 很快就把大兄妹给揍弄逼 我觉得呀 酒瓶要是再砸下去 那就更解气了 大兄妹家有权有势 到头来就向喂不出的狗反咬一头 把这责任呢 都推到了大眼妹的身上 由于大眼妹给教育厅啊 写了一封制止校园暴力的请愿书 并且举报了大兄妹等人的列行 因此让校方领导啊 非常的被动 极为不爽 影片看到这儿啊 个人认为画风啊 一直都比较正 大眼妹的人设呢 也基本没什么毛病 那种不畏强权 敢于职员的行为啊 确实挺令人感动 但接下来导演和编剧这俩精神病啊 等不妨就让祖哥大抵了眼睛 大眼妹在经历了被强暴和被拍见照之后 这个人物的形象啊 彻底崩塌的是稀里话啦 导演和编剧 为了突出最后稀里书报仇的情节啊 莫名其妙的就将大眼妹的人物行为逻辑啊 彻底给抛弃 没错啊 大眼妹经过被强暴的事件呢 摇山医院 成为了一个软弱无力 低声下气 任人百步的工具 咱说实话呀 看完这部影片呢 感觉非常的堵心 这堵心的原因呢 并不仅仅是因为校园暴力 和底层人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还有脑残的导演和编剧 一个性格如此刚烈的暴脾气女孩 宁可屈辱的自杀 也不拉一遍背的 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啊 也许这导演和编剧啊 不想走类似 我唾弃你的坟墓的老路 但人物性格前后如此巨大的反差 确实把苏哥的眼睛给闪下了 当犀利书从大眼妹的日记里 得知真相之后啊 当时就爆发了消息中 但在行动之前呢 法律意识比较强的犀利书啊 还是先按照规矩走一遍程序 但学校和警察的冷漠态度 最终让犀利书走上了一条不归 犀利书首先让想立功赎罪的眼镜妹 把大兄妹等人骗到了天台上 然后只用了一小瓶就算 就很轻松的调整了 这三个小鸭头骗子都不关 正所谓国际整容哪家墙 请到韩国找犀利书来帮忙 能看犀利书捏了巴基整天被人骑 可老司机一旦开始放大招 保证让你们家全没错 这俗话说老师人一旦开了关 妖魔鬼怪都害怕 而天使到魔鬼的距离也就是一念杀 这老话说的好啊 干一行爱一行 既然做的是女士内衣专卖的生意 那必须得有一件能够充分体现 职业水准的作案工具 各位请看犀利书手上这件武器 如果再套上黑丝袜 绝对打遍天下的武器 在犀利书的威逼利用之下 一帮无核之种开始起态慌 这帮人口径出奇的一致 说渣男哥才是主魔王 应该找他报仇 渣男哥虽然不想一个人背这个布 但千言万语却又没法说 听着这帮孙子的讲述 犀利书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 举起那条性感的大嘴 气里咔嚓就把这帮孙子杀了 影片之所以叫蚯蚓 个人认为可能存在着两种含义 第一种不言自明 就是把渣男哥当作蚯蚓挂在鱼沟上 第二种含义 或许是想表达像蚯蚓一样 整天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的最底层的人们 虽然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但终究还是逃不过命运的不公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汤诗压情 无论富贵或贫穷 人的尊严没不同 今生相遇是缘分 和谐相处行不行啊